我们再看 它已经移动以后 它的外力的力图就像这个样 已经移动了 它现在可以有一个速度了 那我们要求它的动摩擦系数 那就从动摩擦系数的定义来看 动摩擦力的定义 它是等于μk乘n 所以μk就是fk over n 所以这个也是力的问题 也是平衡问题 我们就用平衡的第一条件列示着 f sigma fx fx的正方向 fk朝x的负方向 所以这个解fk等于0 这个也是n-w等于0 那你就可以解出这个力 fk等于4牛顿 n等于20牛顿就带到这个里头来 那我们就得μk是等于0.2 好下面我们说 这里有一个图 有个图 这是一个物体 它20牛顿 接触面的动摩擦系数是0.2 所以这个接触面 它有个动摩擦系数是0.2 我们现在要用一个拉力 f朝水平向上30度 拉它 要使这个物体做等速运动 那么这个力的大小是什么 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力的问题 对不对 它是平衡还是不平衡呢 我们看它做什么运动啊 等速运动 是不是平衡问题啊 是平衡问题 所以我们就用平衡问题来处理它 平衡问题处理它 我们就先把外力全部画出来 这关键物体就是它嘛 外力把它画出来 画外力的时候 我们首先画什么力啊 超距力 对不对 超距力 然后接触力 接触力 这个拉力当然是跟它接触的 还有就是这个面跟它接触 面跟它接触的时候啊 有两个力要注意 一个就是normal force 正向力 跟这个面垂直的 另外一个就是摩擦力 摩擦力是fk 把这个力画出来了 那就是这四个力 多一个也不行 少一个也不行哦 那你就把这个力按照平衡的第一条件 平衡第一条件 就是sigma fx等于0 sigma fx是什么 它是f cos θ 朝右 这两个式子里面 两个式子里面 f不知道要我们求的嘛 那么fk也不知道 n也不知道 两个式子能不能解三个位置数啊 不行 我们还要知道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其实就是要用fk等于mukn 因为这个fk啊 跟n有关系啊 好 你就把这三个式子列出来了 我们将θ等于30度 muk等于0.2 w等于20牛顿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我们就解得 f是等于4.14个牛顿 正向力呢 是17.9个牛顿 其实它这里只问你这个f是多少了 但是你这个n也会解出来 好 我们再看 看这个图 它说有一个物体啊 它放在一个清洁角色 θ的一个斜面上面 它没有掉下来啊 然后我们就调整这个 这个theta角 这个面可以 可以竖起来 当这个面 从0慢慢增加到theta0的时候啊 这个物体开始要下滑了 那现在要求接触面的 动摩擦系数是什么 就是说到theta0的时候 一经滑动 它变作等速下滑 就是说这个时候 它是做等速下滑就对了 我们不是求它的 进摩擦 而是求它的动摩擦 就是它已经做等速下滑了 这个时候theta0 theta等于theta0的时候 它开始做等速下滑 它求动摩擦系数 那现在怎么做 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就从 这个问题来讲 它求动摩擦系数 你就把动摩擦系数的定义 写出来 对不对 动摩擦系数是这个 所以你要知道fk是多少 所以你要求它的 动摩擦力 跟它的normal force 要求这两个力 它就是力的问题啊 因为它现在 等速下滑是平衡的问题啊 那所以我们就是用平衡的条件 来做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就把力图画出来 第一个w 超距离啊 首先画超距离 再来就是接触力 接触力是这个面 只有这个面 一个面上面的接触力呢 通常是分成normal force 跟与normal force 垂直的这个fk 好 这三个力画出来了 我们就用平衡第一条件 sigmafx 我们把这个x方向 跟y方向定出来 好 fk 它就是朝x方向 还有w w sinθ是朝 朝这一边的 是朝x的负方向 所以用减的 等于0 好 y方向呢 normal force是正的 然后wcosθ是这个力 它是朝负方向 所以这个力 然后我们就 从这里解除 fk等于这个 n等于这个 然后把这两个力呢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又得到muky muky就等于什么 tangent ceta 0 就是说 这个角度 倾斜角 快要 就是说 开始要做 等速滑动的时候 这个 角度的正切函数 好 再来 我就要介绍 力举了 talk 还有平衡的第二条件 平衡第二条件 我们看这个物体 这是一个物体 假定这个物体啊 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平板 好像三甲板一样 平的 我把它这里 用一根钉子啊 我把一根钉子 钉在这里 钉在墙上 它现在这个物体 就不能随便移动 它只能做什么运动啊 转动 对不对 或者是 顺时针转动 或者是 逆时针转动 只有这两种转动 如果我在这里 有一个F1 作用在这里 它一开始作用 这个物体 如果是静止的 会开始要 做什么运动 逆时针 方向旋转 如果F2 作用在这里 只有它的话 那这个物体 就要开始做 顺时针方向的旋转 好 那么 这一点 我们叫做参考点 这个物体 只能做两个方向的 转动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另 定义 一个叫做 TALK 1 TALK 1 它是等于L1 乘上F1 L1是什么呢 就是F的作用线 与O点的一个垂直距离 叫L1 L1乘上F1 这个叫力矩 因为啊 我们发现 这个物体 它转动运动的改变 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这个力的大小 有关系 还有跟这个力的 作用 着力点 或者作用线的位置 有关系 那么 就说 跟这两个层级 有关系 那这个 TALK 1 等于L1 乘F1 跟这个量有关系 我们就把这两个 乘起来 叫做TALK 1 那TALK 1呢 我们就称为是 F1的力矩 L1就是F1的力背 Arm of force TALK 1就是F1的力矩 力矩有两个名称呢 英文里的 一个叫TALK 另外一个叫MOMENT of a force 那么 我们看这个力 这个力作用在物体上 使得这个物体 做转动运动的变化 决定在这两个量 变化的快慢 一个是F2的大小 一个就是 这个作用线 到参考点中间的 垂直距离L2 那我们因为它的转动啊 不是逆时针方向 就是顺时针方向 这就好像我们移动 不是朝X轴的正方向 就是朝X轴的负方向 所以转动来说呢 这个也是一维运动 逆时针方向 或者是顺时针方向 那么我们习惯用法是 把逆时针方向 当做是正的 顺时针方向呢 当做是负的 就是说 这个作用在物体上 它会朝逆时针方向 来改变它的运动状况 转动 如果是这个 Talto作用在它上面呢 它会朝这个顺时针方向 来改变它的转动状态 好 这两个力矩 加起来 叫做合力矩 就是L1F1 加上负L2F2 你看这两个加起来 如果这个比它大的话 最后是正值 最后它 就是这两个力同时作用 如果这个力矩比它大 那它就会往顺时针方向 来改变 如果是顺时针方向呢 如果说 这个比这个小 它就是往这个方向转动 就是往负方向转动 OK 好 如果我们假定这个是正的话 那物体就开始向逆时针方向转动 做变化了 原来不动就开始转动了 原来是 原来就是逆时针方向转动 它转动得越来越快了 如果原来是顺时针方向转动的话 它就转动得越来越慢了 如果合力矩是负的话 物体就开始向顺时针方向转动 那这就说 它原来不转动了 它开始朝这个方向转动 如果它原来就朝这个方向转动 它会越转越快 原来方向朝这个方向转动了 那这个时候它会越转越慢 合力矩等于零 就是当这个合力矩等于零的话 这两个力矩的大小相当 但是方向相反 那就是这个物体啊 保持原来的转动状态 保持原来的转动状态 OK 好 那么因此 Sigma Tog等于零 成为平衡的第二条件 如果你的物体不旋转的话 或者它旋转 保持等速旋转的话呢 那它条件就是 它受的外力矩的合力 要等于零 好 那我们现在用向量来表示 比如说 P点 是这个力的着力点 我们取的参考点在这里 参考点在这里 好 那么 我们就说 这个力啊 对参考点会产生一个力矩 向量 它是等于什么R向量 Cross F向量 你把这个比一比 OK 那这个就是力矩的向量 要记住一定R cross F 不是F cross R 好 力矩的大小呢 那就等于 F的大小乘R的大小乘上Sin Theta 如果这两个向量夹角是Theta的话 就是这个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再看 R Sin Theta R Sin Theta 就是说你把这个 这个 这个线呢 这个延长 F的 最后线延长到这里来 这个角是Theta呢 所以 R的 R的Sin Theta就是 就是这个垂线 这个就是N 就是L 就是L 就是它的什么呢 力背 力背 好 那么这个是向量式子 向量式子 我们现在 就你这个大小怎么比呢 就是说你四个手指头先伸向右手 先伸向R 再往F的方向 弯曲 那大拇指的方向 大拇指挺直的方向 就是Tau的方向 像这个图的话呢 R Cross F 这个方向就是进入 进入这个纸面 上图Tau的方向是进入纸面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物体的平衡条件 平衡第一条件是这个 那就是说 这个只能确 就是说这个物体 在平衡状态 会有这个条件 单单有这个条件 这个物体不平衡了 不见得平衡了 它可能它还会转动 转动不平衡 好 如果再加上这个 那Tau我们后面加一个O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O啊 就是参考点的位置 我们以O点为参考点 那你有好几个例的话 你都要以O点做参考点 这个例句才能够加起来 要每次写这个Tau的话 参考点的位置一定要标示出来 如果说第二条件也满足 有这个条件 再加上这个条件 那这个物体就是平衡状态 它就是完全平衡状态 下标O是指所有例句的 共同参考点 受力的物体 只符合第一条件的时候 只有移动平衡 只符合这个 如果只符合这个的话 它仅有转动平衡 如果这两个条件 通通满足的话呢 那这个物体就是处于 完全平衡状态 好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讲啊 你取这个 Tau的时候啊 一定要大家对一个 共同的参考点 比如说O点 你好几个例 都要对共同参考点来 来求例句 好 那么现在我们 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个物体是在平衡状态 已经知道是平衡了 那么它外力的合力 当然等于零了 好 这个时候 合力举与共同参考点的位置 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共同参考点取在这里 或者我共同参考点 取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没有关系 Sigma Tau都等于零 就是说你这个参考点 可以随便取 不过你取一个点以后啊 大家都要对那个点来算力举 那现在我们就证明给各位看 假设这个物体是平衡 完全平衡 完全平衡了 好 完全平衡的话 第一个 所有的合力 所有的外力的合力 一定等于零 一定有这个 一定有这个条件 好 那么Sigma Tau 我们选择这个Tau 假定对这个欧点的Tau 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R1 你看 F1 这是R1 R1 cross F1 加上R2 cross F2 再加上R3 cross F3 要等于零 好 就是说 这个是平衡 假定在这里的话 有这个条件的话 它是转动平衡 那现在我们 假如 我不对这个欧点去Talk 我对P点去Talk 那P点跟欧点之间的 P点相对于欧的位置 是R R像样 好 那么我们说 对P点做例句 这些例子对P点做例句 F1 R1 cross F1 F2 就是R2 prime cross F2 F3的话呢 就是F3 prime cross F3 等等 好 现在我们说 R1 prime 等于什么东西啊 这个 你看看 这个向量 加这个向量 等于这个 和向量 所以 我们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 R1 prime R1 prime R1 prime 这是R1 R1 不是 我刚刚讲错了 R加上R1 prime 要等于R1 这个向量 那因此R1 prime呢 它就是R1 它就是R1 减到R R1减到R Cross F 那R2 prime呢 R2 prime 我们看这三个向量 R加上R2 prime 等于R2 那因此R2 prime呢 就是等于R 这个 不是 我说错了 这个向量 加这个向量 等于这个和向量 所以它就是等于和向量 减到R1 减到R 等等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 把这个式子 这个展开 这个也展开 R1 cross F 先加上R2 cross F 加上R3 cross F 然后后面这个呢 减到R cross F1 再减一个R cross F2 R提出来等于这个 因为这个式子等于0 对不对 这个式子 F1加F2加F3等于0 而这个式子 它就是Sigma Tog O 也等于0 0加0就是0 那因此呢 你随便挑一个共同参考点 那它的合力举都是0 所以以后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物体 它是处于平衡状态 你要求Tog的话 随便你选哪一个参考点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自由可以选呢 那我当然选那个最好求Tog的地方 等于我们会有立体 四种O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立体 这是一个墙 垂直的 然后有一根梯子摆在这里 梯子摆在这里 斜靠在这里 那他告诉我们这个垂直的墙面没有摩擦力 完全光滑的 没有摩擦力 那么 这个梯子呢 与地面的夹角是53度 就Sitta等于53度 这个时候是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 这是53度的时候是平衡状态 现在要求墙给梯子的力 还有地面给梯子的力是多少 地面给他的力 墙给梯子的力 好 那现在我们首先 记得 图画出来了 这个图画出来了 我们选关键物体 就是梯子 然后把梯子摆的力画出来 这个梯子摆什么力呢 你先画它的重力 这个是超距离 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 假定 终点就是几何中心 然后就考虑接触力 墙跟这个梯子接触 我们前面说过 一个面 接触面的话 这个力通常可以分成 跟面垂直的正向力 这就是F1 我们假定它是F1 还有一个就是 切线方向的摩擦力 它现在告诉我们没有摩擦 所以这个切线方向就没有力 这个地方只有F1 跟这个墙垂直 然后考虑这个边 这边呢 因为也是接触面了 它就有normal force F2 就是F2的这个normal force 还有是F2的 这是摩擦力 我们用F2的tangential component 就是它的切线分力 在这里 就可以分成这两个力 然后我们就开始列式子了 列式子了 好 我们就看 现在力就是这么多 我们Fx呢 就是这两个力 F2t是正的 F1是负的 所以这个减到这个等于0 那Fn呢 Sigmafy等于0 F2n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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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n是负的 所以它是F2n减W 这样子的 OK 那它就是这两个 两个式子 我们用平衡的 这两个式子可以列出来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两个式子里面呢 有三个位置数 F1也不知道 F2t也不知道 F2n知道 只有W知道 没有办法解三个位置数 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 还要有一个方程式 那这个就是什么方程式呢 接下来有一个立举的方程式 立举的方程式 好 立举 现在我们来看这些立的立举 立举 和立举要等于0 我们要选哪一个 哪一个参考点呢 我们要选一个参考点 那这个参考点 我们说过 它已经是平衡 所以参考点随便我们取 你说好 你现在随便 随便我们取的话 那我 我随便 眼睛闭起来 随便点一点 我选这个做参考点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你这个时候 这个立 跟它有什么 垂直距离是多少 这个立跟它垂直距离是多少 那不知道啊 那不知道啊 那量不出来啊 所以这个时候啊 它说你可以任意取 不是你可以任意乱取 而是说 你可以挑一个 你认为最方便 最好的一个方式来取 什么叫最好呢 因为我们要取 要求立距 每一个立都会有立距 对不对 假如我们取这一点的话 你看这个 这个立背 那就比较方便 所以对这一点的立距来讲 顺时针 逆时针方向呢 就是F1 F1乘上 Tangent F1乘上 L 这是L L Sine Theta 然后减掉一个 这是顺时针方向的 W 乘上这个距离 这是L 乘上Cosine Theta 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把L等于10公尺 Theta 53度 W等于400个牛顿 带上去 我们就可以解除 这几个例 是 你从 当然你从这个 从这个地方 可以先解除F1 然后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里可以解除F2N 那F1解除了 带到这里就得F2T OK 然后真正的F 就是F2T跟F2N的合力 合力 它的方向呢 方向 就要看 这个夹角 就是F2N over F2T Uptangent的这个 就是Tangent的Fi 等于这两个例的比值 你可以求出来 这个是多少呢 69度 那就是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Fi F2在这里 好 F2在这里 好 有这个图 这个图 我把它弄到 太后面了 应该 这里就出来的 就没问题 好 那么 这个就是F2 等于这两个例 的合力 你可以求出 它的大小 跟它的方向来 好 最后我们介绍一个利偶 Couple 什么叫Couple呢 就是说一个物体 受两个例 两个例 不过这两个例 不是随随便便的两个例 而是两个例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但是它的作用线 不在同一条的 这两个例 就叫做利偶 叫Couple 比如说这一对 就是一对利偶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利偶作用在物体上 它的效应是什么 我们假定这个F1跟F2 我们有两个例 一个是F1跟F2 假定这两个是一对利偶 就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最后在一个物体上 我们选择某一个点 做参考点 那F1呢 跟这个的垂直距离 是X1 F2跟参考点的垂直距离 是X2 它们两个例 的距离叫做L 好 那么 F1跟F2 作用于 作用于某物体上的 一对利偶 好 所以 这两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它合力 合力就是零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知道一部分 说一对利偶 作用在物体上的时候 合力等于零 那就表示这个物体 移动平衡 移动平衡 但是它的转动呢 你看 受一对利偶 作用的物体 处于平衡 处于移动平衡状态 如果F1 等于F2 等于F1 我们现在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了 我们就令它大小 就都叫做F好了 那它对O点的这个利局 就是 F乘X1 这是逆时针方向 用正的 F2 就是F乘X2 顺时针方向 用负的 那这两个 那X2等于什么呢 X2等于X1加L 把这个带进去 最后得出来 负LF 你看 最后这合力局 是等于这个 它不是零 不是零就表示说 它会有力局的作用 效应在里面 它有一个力局 负的 那就表示 这个物体 受这个力局作用以后 它会做什么样 方向的运动改变了 顺时针方向 负的就是顺时针方向 所以转动 必不平衡 那么两对 我们现在说 假如 我一个物体 已经受一对利偶作用了 它说不平衡 一对利偶一定不平衡 我现在要使它平衡的话 我要怎么办 你加一个利不行 加一个利 比如说 我一个利 它的大小 跟这个合力的大小一样 方向相反 可是 它这个利偶 利偶还是不得于零 那除非怎么样呢 我要另外加一对利偶 这一对利 另外加一对利局 这一对利局的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就说 这一对利偶 这一对利局 会产生 另外加的 另外加的一对利偶 它的利局呢 大小跟原先那个一样大 但是方向相反 它才会平衡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解题目的一个条件 这两对利偶是物体平衡 这两对利偶的talk 你看这两对利偶的talk等于什么 就等于利的大小 乘上这个 这个F就叫利偶背 利偶之间的垂直距离叫利偶背 OK 好 那么到底是正的负责 就要看这两个 要看它作用在哪里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看一个例题 我们前面这个例题 这梯子 靠在墙上 墙上没有 没有摩擦力 现在要求墙给它的利 还有地面给它的利 好 那我们说平衡状态 我们把它的力图画出来 力图画出来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然后列出这个平衡第一条件 我们说这两个式子 两个式子有三个位置数 不能求啊 那我们刚刚是用取这一点的合力 合力矩来做第三个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这么看 你看 这两个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对不对 这个例跟这个例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从这里可以知道 F2N跟W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因此啊 这个一对利偶 这也是一对利偶 这是两对利偶使物体平衡 两对利偶使物体平衡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列出 列出 比如说 这一对利偶 这一对利偶 它的 它的利矩是多少呢 它是等于这个利矩的大小 利矩的大小 乘上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就是L 乘上三c 要等于这一对利偶的利矩 这一对利偶 它是大小 这两个大小一样 我画的不好 W 乘上这个利偶背 这个距离就是什么 二分之L cos 你有这三个方程式 照样可以解除 我们前面的结果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直心跟重心 这个 在你们的书上 它是在 动量那一章 但是我们可以提前来讲一下 一个物体在这里 这个物体我们可以假设 它是由许多许多个指点 所构成的 M1 M2 M3 应该这里还有一个M3 M3 构成的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假定 我们画一个二度空间的物体 就是一个平板 平板 我们当作是这样子 X1 就是M1的位置 X1 它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 X2 M3 M4 我们就没有画 没有画出来 那当然这个 这是X X方向的位置 好 那么我们说 这个系统的总值量呢 就是M1加M2加M3加M4等等 它就是Sigma MI 好 系统的总重量呢 W1加W2加W3Wi 好 那么 系统内总重量的着力点 成为物体的重心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它的重量 这个是W1 这个W2 W3等等 那么它会有一个合力啦 合力的话呢 那就是W 就是W OK 好 那么W应该作用在哪里呢 我们看 仅仅只有这两个物体的话 它在W应该作用在哪里啊 这两个力的向量合 这两个力一定会有一个 共同的着力点 这共同的着力点 其实在哪里 你知道吗 这个力都指向地心 这个也指向地心 所以它的焦点在地心呢 地心距离我们地面有 有多远 你知道吗 嗯 多远 到六千多公里 所以好远好远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作是平行线 那这个力也一定是交在这个 交在这个 地心 可是我们在这个上面 你可以画出M1在这里 M2在这里 那么合力 就M1作用在这里 M2作用在这里 M2作用在这里 M2作用在哪里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另 指点1它的位置 X1Y1Z1 指点2的位置是 X2Y2Z2 重心的位置 我们就另它叫做 XCG Center of Gravity YZ 我们现在取坐标为参考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这些力 使这个 假定要使这个物体平衡的话 那我们知道 这些力加起来 要等于W 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力 朝这个方向顶上去 可以让它平衡 大小相等 这个大小等于这个 核的大小 方向相反 但是 你到什么位置 它才不会转动 它不会转动 那这个就是它的力矩 W乘上 X CG 其实 这个我们就改成CG 好了 CM也 也在这里 CG也在这里 它是等于这三个之和 那X1 W1乘X1 这个力矩 W2 乘上X2 是这个力矩 这个加起来 通通加起来 等于W 乘上这个力矩 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 力背 就是一个力矩 OK 好 那么 WCG呢 就等于这个量 被W来除 W来除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用这个符号来代表 SIGMA Wi乘Xi i就是1234 over W OK 好 那么 我们就 这个 这个多写的 没有 这个W是等于SIGMA Wi SIGMA Wi OK 这个就是 X 就是这个系统 在X 它的这个 值 重心 的X 坐标 好 那么Y怎么办 我们刚才只算到X在那里啊 好 那我们就把 那我们就把 可以把地球搬到这边来 但是搬地球比较不容易了 我们就把这个图 画 转90度 就当作地球在这边 于是 那是W1 那是W1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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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 我们知道了 那如果我们把这条也画出来呢 那这个位置就知道了 如果它是二度空间的话 那我们也是一样 总重量对这一点所张开的 这一点的产生的力矩 要等于每一个重量对这里 这一点产生的力矩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就得YCG是等于 这个被W来除 那就是等于这个质量 同样的道理啊 Z轴也是这么做了 Z轴也是这么做了 我们就不去谈它了 一样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重心的位置 重心的位置 那这个重量是等于这个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 W1叫M1G W2叫M2G W3叫M3G呢 不见得可以哦 那要看你的条件 如果我们这个物体不是很大 如果这个物体这个很大很大的话 像一座这个山脉 沿绵数千公里 那 它 山脉的前面跟山脉的后面 它的重力加速度就不一样了 就说它的范围不大 还有就是 垂直的范围也不大 就是这个物体的高度也不太高 如果这个物体高的不得了 那么它的重力加速度也不一样 所以也不能这么写 现在我们说 好 下地水平范围不太大 垂直范围也不太大 那么各指点的重力加速度呢 通通 就为G了 我这个漏掉 就为都是G 各指点的重力加速度都是G 那就可以这么写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SigmaM1G MIG 等于这个 这个G是常数 这个加起来就是总质量 于是这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把W变成这样子的 这有个G 看到没有 好 现在把G约掉 它这个就是只有质量了 那这个就是直心 直心的 所以直心的位置 就是X位置等于这个 那么直心的Y位置呢 就是等于这个 当然也就是重心的位置 Z 直心的Z 跟重心的Z 一样 我们都可以写成这个 重心 你只不过把这个MI 换成Wi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物体的重心 这个是物体的直心 迪卡尔坐标的 位置向量可以写的 如果我们在迪卡尔坐标里头 把位置向量画出来呢 R是等于这个加成 我们在 讲迪卡尔坐标讲过 那你把这个 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的话呢 我们发现了 就说这个 你把它全部都加起来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XI X温 加上Y温 加上Z温 那就是R温了 那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以后会 会用得到 这里有一个零件 机械的这个 机械的这个零件 这个 其实是一个圆柱体 圆柱体 这是一个圆盘 这就好像是一个什么螺栓的样子 螺栓的样子 那这高呢 就是这个直径 是四公分 它的厚度是两公分 那么这个直径是两公分 长度是十二公分 我们要问 如果这个材料 材质是均匀的话 我们问它的直心的位置在哪里 求它的直心 那怎么做啊 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讲 你把它分成无限多个直点的话 那你要加到无穷多项 其实我们不需要 我们可以把这个物体 分成两个物体 来看 一个是这个物体 一个是这个物体 这是一个圆盘 这是一个圆柱 那么圆盘的直心 就是在它的几何中心 圆柱的中心呢 也是在这个几何中心 我们就这两个质量来求就可以了 这是圆盘的半径 长度是这个 圆盘的直心的位置 圆盘 这是圆盘 直心位置在这里 我们以这个当作X轴 这个当作Y轴 好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几何中心 你看 Y是在零 对不对 Y轴是零 圆点 X呢 是一 这里是一 一个cm 所以一个cm跟零 圆柱的半径是这个 长度是12厘米 它的直心在这里 这个直心呢 也是一样 Y等于零 Y是零 好 这个位置 距离圆点有多圆呢 从这里到这里 是12公分的一半 6公分 这里是2公分 因此它就是8公分 我们就拿这两个物体的质量来 先看这两个物体的质量的比 质量是等于mR平方 πR平方 乘L1 M2是πR2平方 乘L2 那这个π跟π约掉了 R1是两个cm L1是两个cm 这个是圆柱体 一个cm半径 这个是12个cm 一笔的话 就是三分之二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直心的位置写出来 两个物体啊 它就是M1X1 叫M2X2 然后M1叫M2 那么我们就把X1带进去 X2带进去 X1是一公分 X2是8公分 X1 那M1在这里 那M2呢 你看 M2 我们可以写成二分之三个M1 把它换成M1 这也是一样 因为这样写我们就可以把M1约掉了 算出来是5.2公分 那Y呢 直心的Y坐标也是按照这个 但是两个Y都是0啊 都是 都在这个Y等于0这条线上面 所以是0 因此我们就说 直心在轴上 圆点右方 5.2公分 5.2个cm的地方 那么直心呢 就在差不多这个地方 OK 好 那么 我看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